今天要去哪裡 今天要去哪裡 你知道嗎 要去哪裡 不知道 你怎麼跟我們講 不知道 北港 要去北港 好厲害喔 蘇貝 郵婚林 用什麼方式最好 感謝鄉親坐觀光巴士最理想 管理智翁今天就知道 性期郵育彥彥彥彤 在島嶺火車站一下 坐觀光巴士郵婚林 李智翁另外還剩下一份小禮物 給每一位小朋友 今天坐這條山是要從島嶺去北港 當然去北港嶺的時候 我們可以參觀北港嶺 包括保電醫館 國事館 合同兄弟 這裡面的這個STARBUCKS 包括這個成品書店 另外還有灣村的這個工廳 這個都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 不管是文化 藝術 包括產業的這個內容 我想可以增加我們院童的一些閱歷 有關副主辦的台灣好景觀光巴士 提供民眾參觀雲林最方便的交通學部 今年四月 除了公車的外觀 有全新的包裝以外 公車停載的時間也有延長 很多遊客人感到時間太短 所以要求我們可以在北港鑑停一份 所以我們今天從善如流 今天開始在北港1點35分 現在禮拜六禮拜天 只要是假日 就有人專門導覽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這項外觀光巴士的路線 有稍後悶到北港兩條路線 這次安排小朋友參觀北港線 都對老師希望小朋友 好好確實體驗 我這邊這邊可以演 對 去北港玩 去北港玩 那我這邊 那最想去哪裡 北港吧 北港 那這個開不開心 開心啊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 基本上第一站就先 安排他們到北港曹電工 然後讓他們了解媽祖的一個 一個異形 還有讓他們了解媽祖 對救苦救難的精神 那後續我們就帶他到公益館 去了解整個北港的 一個公益的延續 還有讓他們做一個DIY的一個課程 福林館有期待充電器 觀光路由經典和在地產業 以及綜合文化的主委員非常豐富 福林館政府希望民眾 多多利用觀光巴士來訓人路由 基教環隆坤 蔡王報道